老眼看来不寻常 哎 蓝召召 小工兄 所以两会你看这低碳经济很火爆 这个新章汽车很热闹 咱们聊的教育问题 现在很多问题浮出水面 但是这都不是两会的主角呀 两会一起中真正的主角还是房价 你看这个 这个提案有五成以上都是关于房价的 而且现在关于房价有一个数字 现在这个惹祸了 就是1.5% 这个统计局公布这个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1.5% 这个数字很多委员代表质疑 你小数点是不是点错 点错都太低 我们来看一段片 2月25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明公报 其中称70个大中城市房价销售价格上涨1.5% 这个按照惯例公布的数字往年并未引起太多观 而今年的数字公布之后 引起了代表委员和社会舆论的广泛事 2月往年统计公报和见 1.5%创造了近5年来房价降低的最低级 但在人们直观感受中 去年5月以来 许多城市房价决体肯升 有些城市房价更换了一倍 与统计数据一致的天涨却 全国两会上 房价上涨1.5%成为媒体观众焦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进棠 几次被媒体围堵追本 还言并行房价 存在缺陷 1.5%这个数字不是统计数字 第一次遭到质疑了 中国的统计的数字 总是遭遇信任危机 所以现在人说统计局叫统计的局 统计的谜局 之前除了这1.5之外 还有包括GDP 我们一直在说 尤其去年 全国的GDP平均是总共涨了8.7% 28个省是 超过了8.7% 只有三个省没到这个指标 但是地方的GDP总和超过全国了 这是一个谜局 还有CPI CPI公布的跟我们公众的实际感受 永远不一样 永远不大一样 如果问你妈妈买菜是什么情况 你发现完全两个人 而且我们的CPI是以食品为主 对不对 消费品为主 你去买都在涨 什么都在涨 这个就1.5% 我觉得好巧 你看 CPI一月份上涨1.5% 去年整个房价上升1.5% 你就不能有点冲造力吗 比如说你变1.7还好一点 什么都1.5是不是太巧合了 还有一个就是人均收入增长10% 就是人均收入增长10% 又是个 比那8.7要高 对 然后比这个1.5要高 比CPI和房价都要高 就是问我们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增长10% 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购买能力 真正的超过了这些 所以这也就是所谓叫被增长的由来 对 所以就刚刚说谜局啊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谜局谜局呢 是时间还是在我们在选取这个数字的时候啊 我们是用了一个 咱们回到这个统计学啊 你用了什么样的样本 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 用了这个样本做出来的一个数字 你引用的全面不全面 你还是只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数字在根本上就出现了错误 中央上出了问题 甚至就是说这些数据是一样的 你用不同的方法 对 没什么可能找出不同的 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福利房 很多单位进的福利房都成本价建的 哎 两三千块钱 赔一下就给拉下来了 对 而且这个福利房呢 就怎么样 它占了比重接近30%哎 你把它如果统计进来的话呢 那数字马上就被拉下来 但这些福利房在市场上是不现身的 对不现身 你也买不到的是吧 只责得给特定人群 刚刚说到这个收入啊 就是你说这个全国这个职工收入 或者是全民这个居民收入增长了10% 这个10%实际上这个是按照一个叫什么 叫倍平均 为什么呢 实际上真正能够有增长的那部分工薪阶层啊 它实际上没有增长那么多 还有那些低薪阶层 包括那个农民工啊 并没有增长那么多 而那些垄断行业的这些部门 还有包括那些这个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啊 超级支付这批人 他一下把这个平均数拉起来 就穿越板那批人 那批人你拉起来了以后呢 你看到使得平均数说增长了10% 那其他人实际上并没有 包括很多那些私营企业的职工啊 是没有纳入到这个统计的范畴之内的 在了70%的私营企业没有纳入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统计啊 你看统计这个英文词源的起源于叫国情调查 它是国情学 可是就是我们要了解国情 我们要看这些数据 我们要介入我们的眼睛 就一旦什么事情人一介入 物理学不有着测不准原理吗 你要判断一个蜗牛的一个距离 他爬行一个轨迹 只要你人在观察 蜗牛就会因为你的观察产生一些变化 更不要说人现在不仅有眼睛 还有手在的操纵呢 不过我们对这个统计局呢 也应该给予一些理解 理解什么呢 他说他统计什么呢 他在统计我们的期望 这不挺好吗 如果这位干了大欠的股高欠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一个 通过膨胀1.5% 房价上到1.5% 薪资上到10% 超过GDP增长7% 这是我们的理想 其实挺好的 这个数据是一个喜洋洋的数据 对对 喜洋数据对不对 改名字吧 都叫同理局 叫调和局 所以因为今年两会啊 今年两会统计局 遭受的压力就特别大 你看那个统计局 马进堂本来是在美国 当然比他那边开会呢 由于媒体的不断炮轰 现在是很多政协委员 和人的代表也开始炮轰 你看这个来自河南的 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 在媒体上高呼 所以你1.5%的数据 绝不可能太不负责 全世界人民都不相信 他已经用了这样的言论 所以赶快回来 召集内部开会 同时来到广东 来广州深圳来调研 同时他在3月5号是两会开幕嘛 他在3月5号下午的座谈会上 他就说 统计局要表示 要改进这种统计的制度和方法 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代表性和可比性 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看到一组数据啊 就是说到这个 我们国家这个统计的这个水分问题 看到08年的一组数据说 GDP啊 现在报上了这个数啊 就是如果各地方 按照各个地方 那个 报上了这个数字来加总的话 会高出我们公布的那个数 3.9% 也就是说你要 把这个水分要挤掉 才是他真实的水分 不是 你挤掉之后还是假的 还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数据都从厦目上报 对 超过很多房地产的价格资料 也是房地产商来报的 他们不上孔子 他们还填表 他们有各种考虑 偷稀落税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针对这些数字之后 最后统计局针对这个 这个报上这些数字 本身做了一个抽样调查 发现真正 真实的部分 还不到一半 比如说我们GDP的采样 本来就是靠地方政府来往上报的 所以为什么统计局 现在变得那么热门了呢 最近呢 因为因为你官员考核 GDP考核的话呢 那统计局很重要了 统计局给你加权 加重一点 这么这么这么 你就可以升官员 现在是冷洋的 现在是热洋的了 对不得了 以前谁还讨论统计局嘛 对不对 那不可能 哪里今天这么热呢 对不对 以前有一个笑话 是讲一个武士打理台 他把一个毛巾拧干了以后 说下面各位 谁能够上来 再拧出一滴水来 上大洋一块 结果上来一个小老头 轻松的一拧 拧出了好几滴水 那个武士就愣到那里了 后来就说 接这个接问那个 是在哪方那个毛巾 老头就说 税务局的 现在要把这税务局的 改成统计局的 专门集水分 你们也不要听没统计局 我们中国这么多杂志 哪能说死话 到中国 三样不能问 一个是掌冠的 这种第二个女人的年龄 第三个就是报康的方法 我们对图计这个数据的问题 我们要提出一个批判 但是呢 我们倒是边缘 他不仅仅说统计方法 调查样本 对 他可能更多 最后的利益驱动和理贴 对对对 其实电动车本身不是高科技 真正的高科技就是这个电池 我们车长现在还没有什么车出来 先给贴上一个新能源的标签 说这是新能源车 比如国家有补贴嘛 哇 听得好激动 哇 中国人称为新能源汽车大国 就是因为大家盲目推动的结果 有条件没条件 哪都是 看看德国人怎么做 学习他们的思路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规划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是 做不做的问题 可是做的问题 怎么做的问题 对 其实这统计这件事情 是一个西方和中国 共同面对一个问题 你看美国在西方那里 统计可能更多的是两个用处 一个是政府的决策 因为他有数据做知识嘛 还有一个是学者研究 可能在中国由于有了另一个系统 对他作为一个官员考核的一个指标 他有了考核这个指挥棒了 所以说统计就 就叫中国是统计变味了 那他 现在可以理解 他变味之后呢 不是这么正确的问题 而是符合了各级领导的期望 尤其上级领导的期望 构建一个完美的未来 他就变这么样子 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房价的问题啊 就是 即便是在统计局内部 他有投资词 有城市词 他们内部给出的数据也不一样 这个数据1.5% 是这个城市词给的 而投资词给的数据是20%多 给出媒体的解释是说 他们想的方法不一样 一个是加权 一个是平均 好那我会告诉普及局的 你不要来忽悠人 我是专家 那好吗 我们在美国发表论文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发表一个结果 是用加权 发表一个结果的话 审稿人一定会要求 我们用平均再做一次 好吗 就一般平均再做一次 如果结果有不同的话呢 你就一提出错 如果一个加权平均 跟一个算术平均 好吗 做完结果是不一样的话呢 那就按照我以前过去学术 虽然看 就是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是统计部门 或者是发表数据这个部门 官方和房地产商之间的 互相之间 这个数字上的这种攻击 官方呢 两会期间发表出了一个 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统计了一下 全国的这个房地产 开发成本是3000块钱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 房地产市面的价格的话呢 他统计出来 这个全中国的这些地产商 他去年赚了一万亿人民币 然后这个一下 就惹毛了这些房地产商 他们就开始给这个政府算这个账 他们算的这个账呢 就很有意思 说你们说这一万个亿 这个都到底是被谁赚了 他说 地方政府的利润是200% 我们的利润才10% 说怎么来了 地价好 按照你们说 3% 40% 好 地价30% 再加上什么呢 你们还有政府的税和费 就几百项子 税和费 加起来 又有3% 40% 还有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 那没法拿到桌面上的 公安费用 10% 最后给我们剩下的就是10% 我们没有赚很多钱 这就变成就把老百姓看傻了 所以说你也可以抱着推 你根据这个统计局给的1.5%的数据往回推 你推你发现这个数据 旅房间成本特别不符 旅房间两个赚的利润特别不符 那你这1.5%是怎么出来的 这太有意思了 太可爱了 被统计出来 而且统计出来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还敢发表 这个勇气 这个勇气你要佩服他 你不要光提醒他 几年来都是这么发表的 只不过今年忽然两会 就不知道怎么就爆发了 忽然之间老百姓变成聪明了 这怪老百姓 为什么你要变成聪明呢 这是问题的 这怪媒体强大 怪媒体强大 包括你看今年两会 还有这个政协委员 指什么时候国家统计数字 提前出炉 就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他是政协委员 他就说 比如举个例子 09年7月16号 统计局公布了GDP的上半年 上涨了7.1% 这个政协委员说 我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一个上市公司统计半年财表 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国家那么大 那么多省 你怎么可能半个月 就把我们这所有的这些公司统计出来呢 而且我记得当时黑龙江和山西的统计数据 还没出来呢 国家总体GDP 怎么可能在缺两个省的时候提前出炉 你太小看我们统计局了 我觉得这些违约 这有什么难的呢 刚才大笔一挥笔就出来了吗 刚才郎教授说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加全平均再加一个算术平均 我们这统计局还有模糊数据 它一定是有一套模拟的办法 才能够把这个数字凑出来 如果光是靠这种简单的数学方法 加点生数是出不来这个数字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惹祸的1.5%引发的舆论风暴 现在很多政协委员建议 人家代表建议 所以统计也要问责 统计问责嘛 因为统计跟我们的国情学 它跟我们这个决策制定 包括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感受和对世界的理解 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的数据都是骗人的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实的事件呢 统计法早就有 也有相关的处罚措施 但是这么多年来 没有还没有听说过 哪一个官员因为数据造假 而这个锒铛如玉或者是被问责的 还没有 而且这个将来也不可能 这也不可能执行的 有可能嘛 这个统计数据 我们中国就传统不是一个注重数字的民族 比如说你看以前的古迹记载 天大汉死若干 死多少呢 你不知道 你现在不知道 你作为中央政府的当时的帝国 你怎么就在 包括你看黄仁宇 唱了大历史的黄仁宇 他写办历史五年 他里面就强调说 中国为什么现代化现象来持 因为道德取代了技术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善于在数目上 管理这个国家 对对对 有没有数字的概念 所以我们统计局 我们不要太个等他了 他是一个道德感 没有啊 他这个是一个反讽啊 就是现在数字很多 不是 他就是一个道德来取代数字 道德卖一之下的一个数据 对对对对 挺好的 所以你看美国的媒体 包括美国的学者很感慨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容易弄出数据的国家 他们一来中国说 中国的企业层面的数据 国家层面的数据 都比美国要容易搞得多 就很快就出炉了 对 所以那些西方那些媒体也好 西方那些分析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好 他也有点搞糊涂了 中国发展速度啊 GDP这个数字如果而是说是属于狠水分的啊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没有那么的没那么强大 好像是可以松一口气 但如果又说你统地区每天都是在挤水分 咱们往下压 咱们往下砍 地方的数字 放上来都很侃侃一刀才是真实的 那说不定你现在爆发的这个GDP这个数 说不定是打了埋伏的 那说不定可能中国早就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这种 这个强大的这个这个这个范围了 所以他们自己现在搞糊涂了 而且更有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掌控这些数据的只有统地区 我们其他的任何大企业院校没有做能力做全国的普查 对 对吧 都是全国普查需要大量人力跟资金 我们做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胡润致敬 你说胡润就牛 他一个英国来的外来的河南一小伙子 他就带那么几十号人 就愣是把这个最难统治这个百富榜给搞出来 对 他是靠这个第三方的力量突击式的调查 我们国家的这个统计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这些都是靠成调队和农调队入户做这个记账 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比如说很简单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福利啊 这种灰色收入啊 包括红包啊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家庭的记账里面把它记进去呢 不可能的 这变成了寒风日记了 自己把这些都都都出来了 这不可能的 所以恰恰是恰恰是这一块就是有这种灰色收入和垄断收入 包括红包的这些垄断部门和人 他的收入恰恰没有统计进去 所以很大一块真是看不见的 所以统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就是连咱们节目的收视率都那么难统计 有好多种统计方法 就不用说这个 收视率还好啦 发行量到看到发行量是最多的 那才是同级局的 所以你们也不要亏密统计局 我们中国这么多杂志哪都说实话了 你有几份杂志发行多好 哦二十万份七八 大概只有三万份 所以每回平面没问题 他比较 我讲这个落潮比我们GDD还要大 所以每回有平外媒体人来我们节目聊天 我总是问一个问题 我总是问一个问题 发行量多大 我问你 你们对外公布的发行量是多少 我告诉你 中国有一个行话 到中国三样不能问 一个是贪官的收入 第二个女人的年龄 第三个就是报刊的发行量 今天已经不是统计这个问题了 我们讲的是平民媒体 整个一个国民心态 整个国民心态 我们是我们是 我们是把这个数字啊 当成一个期望 对 你们不是一样吗 我们把 你们只卖了三万份 我们把数据 我们跟统计计是一样的 我们把数据当成一个工具 对 当成一个销售工具 对 之前我们在说这个GDP啊 现在有人就说GDP 好我们弱化GDP 改造叫绿色GDP 不过你不等于是指挥吧 换了个颜色吗 绿色GDP还是这里去吗 还是一个数字 还是数字里面吗 这个刚才有回答 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一个话题 就是回答这个 官员的绩效考核 这个指标体系 整个这个指标体系呢 是毫无疑问GDP是老大 你如果要是比这个来考核 官员在后边的 包括税收都没有了 就业什么都没有了 你如果没有GDP的话 没有大工程啊 没有这些 这个涂水猛进的这些项目 没有开发区 他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 没有的话 那官员怎么考核 所有的这些非GDP的那些 包括绿色的东西 人文的东西 都是未来五年 甚至十年 二十年才能体现出来 那不是马上立竿见影的 那是下一任 下一任能够享受到的 我在任只有三年到五年 我何必去做这些工作呢 而且为了让我 对不对 就任时候的GDP上升 甚至我不惜冒着这个城市 或者这个地方 破产危险 我大量投资 我大量发的地方城头债 对吧 这些钱 我先建高速公路 我先升官了 哎呀 后面的就还 无所谓 这个多危险呢 这些内容就是这个GDP啊 这个民生色彩太少 这个公共色彩 对 对 你脱离统计局啊 你到我们民间区的话 你发现数据都是不可信的 我刚刚讲你们这个媲门媒体的发行量 为什么他讲这么高 请你告诉我 那当然是跟广告有关系 对嘛 所以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还是为了自己利益 扭曲数据 这很正常 因此如果我们老百姓会这么干 你统计局肯定会这么干 因为他的利益跟这个数字有关 跟各级地方政府有关 所以他必须要这么干 我们对统计中数字造 这个数字的问题 我们要提出一定的批判 但是呢 我们找出根源 他不仅仅是统计方法 要谈样本 对 他可能更多的是背后的利益驱动和理念 对对对 你发现只要有利益驱动和理念 你是统计局也好 你是平民媒体也好 你做的事都是一样的 而且换一批人还是这样子 还是一样 你不可能不 你想你换的话 你可能说 哎呀我们 我今天实话是说 我没有二十万份 我只有两万份 你看广告商都跑了 你也别干了 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的话呢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老百姓 怎么去看数字 是正着看 还是反着看 还是把它打一个折来看 所以这是一门学类 通常 通常这样子 好的数字除以二 二的数字乘以二 就刚才说的 你说 我们发行量多少 这是同纪局数字 像你们的话 你不要动我 你不要动我 你在大街上 去数一数 就抽十个探店 数一数 然后再打个折 你自己就能够得出一个数字 对 啊 说去CPI CPI 这个老百姓说 这个政府说的这个CPI 他一看这个入价 昨天是8块钱 今天是10块钱 那马上 公布的1.5%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 对 然后这个 最关键的是一个信息的对称的问题 独立的第三方 现在要除此 希望以后我们的生活中 不要那些华日的数字 而要我们真实的华日的数字 实际的人生 实际的苦干 这比较多 前几期有一个经典的判断 说是菜农比学者更理解中国真实的通货膨胀 对 这是真的 对 因为他们有自己体质啊 体质比你学理上的根据数字的一个判断要远缺的多 体质 说是体质了 体质来了 每次这个 这个一抱这个 这个夏天的这个高温那个气候的时候 大家心里都明白 一说39度 哦 原来是40度或者41度 对对对对 因为一到40度有规定是不能可以不用上班了 哈哈哈哈 所以看哦 原来那么多39度都是怎么来的 因为 所以你注意到最近这个统计指标啊 包括媒体上披露一些统计指标 不是用那种冷冰冰的数据了 而且有这种比如说幸福感 满意度 这些词现在纳入了新的我们这个社会调查 或者是统计公布这个指标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如果要是真的话 他一定是独立的第三方来做 这样的 我们中国就却独立第三方 而您看 央视就这样说 央视对春晚的满意率80% 好 哪统计的 央视网站 对对对对 别动了 他就反正20 对吧 对统计就差不多 对于普通的门户网站来讲 他对于央视的春晚来讲 他是第三方嘛 对 他可以有真实的统计 对对对 刚才咱们聊的几个事情都有第三方做统计 统计出来的结果都是大象径庭 比如说说房价问题 我看北京有学者 有学者带着他的学生 根据这个北京的房企 上这个地税局去交税 根据这个交税来重新换算这个房产价格 然后比如说咱们说经济啊 很多国外学者包括克鲁格曼 包括克鲁格曼同事们 他们会根据中国的这个能源消耗量 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 他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角度来切入 因为他们是独立的第三方 所以他们得出的数据可能是更更周全 更真实的 说句良心话 就人大说了这个这么多年 就是关于这个统计的问题 进步的一面和这个有利的一面 对大家这个知情权 那个有帮助的一面 还是非常大的 最关键的是一个信息的对称的问题 独立的第三方 现在要出水面 在一些城市这一级已经有 比如说深圳 他有一些这个民间智囊机构 他负责来审政府的这个开支预算 是否是有水分的 包括郎教授 你这样的算是独立的第三方 也算是其中之一 谢谢 我们节目算第三方吗 咱们也不要自我反思 你看看美国 我们做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不也低估吗 美国的失业率不也低估吗 美国的失业率低估 其实美国真正失业率包括失业人口 加上半就业人口 就是一失业就算失业人口的话 美国就算到19%了 所以他们有选票的考虑 也有政治利益的考虑 他也会修改 所以在美国的失业率就是 失业之后不算失业 要过了几个月 领起救济金之后的再过几个月 如果还没找到工作才算失业 因此美国现在公布的10%的失业人口 那都是半年以前失业人口 所以半年都没统计继续 统计如果加上去就不得了 他们也会改 有一些学者呢 经济学界尤其是 他就说中国这个GBP啊 是一个生死时速 怎么说呢 就是生死时速那部电影 还记得吧 记得 一旦低了这个速度 这个低速炸弹就要爆炸 但是你太快了 这个车机又开越风 所以那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这个学者分析呢 说低为什么说会爆炸呢 说你每年 一两千万这个新增的劳动力 劳动人口 然后你每年 这个大学毕业 这么多大学毕业生 你这个GDP如果低于6%的话 假如说5.2几的话 那很多人就没饭吃了 所以你必须得政府 你要搞工程 不断的搞工程 哪怕你天天去修路 你要给我把这工作 这个就业机会给我制造出来 否则的话这么多人 大街上晃着 几千万人口 三四千万人口 没有事情做 是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你真的想解决这些就业问题的话呢 不是靠一个账面上的数字就要解决 你必须得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 对 好吗 因此与其说是8%的 这个GDP增长能够怎么怎么怎么 你还不如说 你能够创造出每一年 增长8%的就业机会 好一点 但是我相信 按照我们一个统计 我们的期望的话 到了10年 我们的失业率可能还是4.3% 这是一定 你不要怀疑 还在这个徘徊 你们还是20万 还是20万 我们都是一样 对 所以 愉快核心的社会挺好的 因此我们中国的统计 要一个系列理解 好吧 那是一种全面的期望 包括你们媒体的期望 曾经我们中国是太不重视数字了 今天我们又是太重视数字了 所以这场舆论风暴 这场媒体这个 包括两会这个问责 就很及时 他让我们就是 我希望以后我们的生活中 不要那些华力的数字 而要我们真实的华力 实际的人生 实际的土盖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觉得是在进步 怎么样去增加更多的 这个就业机会 怎么样去让这个数字变得更实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 是打破垄断 把民间的这种创业和这种创富的这种活力焕发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节目里面在强调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 现在这房地产是少数人在创 对 我们要藏扶于民 只有真的藏扶于民 才可以使得就业岗位增加8.7% 目前是房地产垄断 高速工垄断 利益结构垄断 这点要打破 所以今天不是个8.7GDP的问题了 而是你如何让8.7回复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 每个老百姓都会享受到8.7%的好处 这是我们讲什么 藏扶于民 所以我们今天聊六个字总结 叫小数字